其實協作平台 或是我們講的雲端硬碟 都有什麼 編輯紀錄這個功能 就歷史紀錄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那麼我現在雖然沒有改很多 那我們來這裡看 假設我的首頁我剛剛改過幾次 你看這裡 有一個叫做 修訂紀錄有沒有 看到了齁 修訂紀錄 按一下 你看 我也沒有不同版本 你可以看一下我第一版 他就秀給你看說 第一版是什麼時間做的 要不要還原 甚至你可以比較一下 到底改在哪裡 有沒有 改在哪裡哪裡不一樣 你看圖粒刪除插入 他其實應該會秀在下面 正常如果你做比較多應該秀在下面 我這個沒有 我看下面這個給你看 給你看一下 像這一頁我有改過的 修訂紀錄 有沒有看到1234567 這個上課 這些資料要不要跟著 隨著時代眼鏡要改變一下 因為不可能每次上課都一樣啊 雖然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用Copy的嘛 學校都是這樣 但是還是有一些不合時宜的 或者說有更新的我們就要改變 你看我第一版 2014年的 比較一下 好 比較一下跟第七個版本 有沒有 比較這兩個版本 他就告訴你第二個版本 你要跟第一個版本 去比較的時候哪裡不一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有沒有發現還蠻容易的 而且你隨時要回去就回去嘛 這樣了解了 那麼雲端利碟怎麼改 雲端利碟有沒有這個紀錄 有呢 不管你有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喔 所以說我們這邊齁 剛剛我們是不是都只在門口看而已 我們的OneNote不是都在門口看而已嗎 各位 我裡面真的有放內容 叫任務 你可以按一下 你的畫面也許跟我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我是管理者 所以我看到比較多資訊 但是你會看到有個單元有沒有 這地方你可以打開 好像這樣打開 像這樣打開 點一下就收起來 好你看一下這裡 我看一下齁 呃 這裡 這一個 這裡 我的部落格上有寫 有沒有 如何從Google雲端利碟 找回檔案的歷史紀錄 欸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有時候你會不會改錯 有可能對不對 明明叫那個手不要按下去 他還是按下去啦 明明叫他不要丟到垃圾桶 你還是把他丟掉啦 那怎麼辦呢 來我們就看一下我寫的這篇文章吧 好 你連到我的部落格 點進來之後呢 他會放在這個OneNote的框架裡面 好 那如果你覺得不喜歡放在框架裡面 它上面會有一個就是新的分頁 好 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有個新分頁 那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就不想放在裡面 就這樣 但是其實用在這裡有個好處 你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可以做筆記 你如果說 欸我針對這個教材 欸我想要做個筆記 點完之後按Enter就好 你的筆記就留在裡面 你可以做多個筆記 好 OK 那我往下走 好 你看 有沒有 在這裡也有 查看修訂 修訂版本 那我就直接進到我們這邊來 給各位看一看 你看 這裡 看一下 修訂 我比較修訂的應該是這邊 好 這裡可能沒有 我找那個我的檔案 好 這邊 免費軟體裡面 好3D軟體 來這個 你可以按右鍵 這個 它是一個ZIP 對不對 不管有沒有轉上成Google文件都可以 你按右鍵 有沒有叫做管理版本 點一下 你看看 我有沒有上傳過不同版本 所以 你萬一上傳錯了 你可以隨時 從這邊再下載下來 或者你覺得 欸這個版本我想要 永久保存 你可以留下來 還是說你希望不留痕跡 就把它散掉 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 比較好一點 雲端硬碟 真的不要把它當雲端硬碟來用而已 你大部分大家都把它當隨身碟來用 對不對 但是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而且有一個最大困擾是 如果你真的這個版本有改變 平常大家做法都是怎麼做 啊 我現在這個版本是一個超連結 對不對 這個共享網址是在這裡 然後我有新版本 你是不是又再傳一個上來 然後再給他一個新的 然後如果他沒更新 你就怪他 你為什麼沒有看到我的新的版本 你都下載舊版本 你如果用這種方法 用這個管理版本 有沒有可以上傳新版本 也就是說我分享給你的網址 永遠都是對的 因為你會直接都是抓到最新的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 我不用 我不用跟你講 抱歉請忽略上一封信 我們常收到Email會忽略 有人這樣講 上一封錯了 抱歉抱歉 刪掉刪掉 對不對 不用啊 你就是一樣的網址就好了 好這個方式是針對什麼 就是我本身就是一般的檔案 但是呢 可以用歷史紀錄 那麼如果呢 你是有所謂的這個 已經轉換成雲端力點 有沒有歷史紀錄 也有 在哪裡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查看修訂版本紀錄 有沒有在這裡 一樣的 你有轉換Google文件的 你可以做得更多一點點 你看這裡 好有沒有發現右手邊有 只是因為這個檔案是今天才放上去的 所以這邊就只有一個 這樣了解了嗎 它一樣會跟我們剛剛協作平台有點像 就是它會標示出你到底改在哪裡 我們剛剛如果你是當作檔案來用的話 它就沒有 它就只是說不同版本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說 其實當你用所謂的雲端力點的時候 這個 這種東西 真的可以稍微試看看 可以稍微試看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把畫面就先還給您囉